噔噔噔 開始了 一會我們可能會用我們很漂亮的普通話說一點 很爛的普通話 對對對對 因為我們會請了一個漂亮的女生 但是她會用普通話說一點 介紹她們的產品 因為這個公司是POPLIFE 就是美國公司 但是她們也有廣州的總部 但是呢 總之我們就說普通話 但是我可以說廣東話 但是我覺得很少一點 那我翻譯你的普通話 好的 你很簡單 很好的工作 我翻譯你的普通話 哪有時候我們會請這位美女 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位美女是聲音導航 我們會沿著一直掃過去 我們先找美女介紹 因為這次我們在外面一排 在POPLIFE booth裡面 外面一排是有得賣的 但玩家的全部都是限量的 那我們請請 美女的聲音導航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是不是寫過這些東西 也是經過TIME SHOW去發賣的 對 這次就是因為推租 我們每天限量發佈幾十個而已 然後呢 這些的話就是我們 這個是超值的 本來原價是800多的 然後我們這次做推廣 第一次在香港推廣這些東西 然後 現在500 現在就是500 我們主要是想推廣一下 我們這個品牌 SFUBI 對 我們POPLIFE是在香港有註冊的 然後 這個都是RUN ENGLISH系列 RUN ENGLISH系列 有多少款啊 目前我們就推廣了這兩款 然後這個是Trace版的 就是very limited的一個版本 然後這個SuperSizeMe也是 就是特意為那個 也是Trace版的 然後非常限量的 所以都是很限量的 對 每天就是會限量發行 各少少一部分 現在發賣完了嗎 今天這一部分已經賣完了 然後明天還有一點點 就是每一天也有個數量 對每天有限定數量 像這些每天也是限定兩個這樣 這個兩個頭的女生很乖 說太帥了 你試不試翻 這個 反而知道 旁邊的應該是地獄三頭犬 OK OK 可以介紹一下 這個全部是 這個就是DBL 是我們的一個設計團隊 就是一個秘密 全部是精英藝術家來的 然後他們就是 一起打造的一個 我們怪獸系列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屬於 大家傳統那些鬼怪的系列 所以看到以往的地獄三頭犬 大家都是橫牌的 但是現在你看到 這個地獄三頭犬 就是直牌 這個比較 就是那種Creative幾好 還有它是一個死神的造型 這個真是不知道太歲 果然你又發揮到你的強項 我不知道這個地獄三頭犬 有這樣的東西嗎 有 有 手地獄門 哇 很害怕 這款是日本非常有名的 3TICE公司設計的 是不是不是三角魚來的 不是 不是 這些也是我們跟他合作的 很多藝術家跟你們合作 這 有的藝術家 對 有沒有100個 我們在國外非常多 應該 MODERN 100 大部分的來自美國 歐洲 對 都是很有名的一些插畫藝術家 我們在國內也有千一部分 這個也是RUN ENGLISH 對 對 一看一看的時候 忘了那個石頭 對 這一個的話 現在也是第一次在TOYSOW展出 沒有得賣 現在也是非常少量的 已經基本上沒有貨了 基本上沒有 明天來有沒有呢 明天我們也是每天限量發行幾個 幾個 哎呀 小過五個 差不多 這個是我們這個香港簽約的一個設計師 這個是阿霞 對 我教他 我們教他的鞋 寫 OK 然後這個的話 這個的價格的話 原版的價格是2500 然後那個粉紅色的是每天限定一個 然後是每天下午三點兩 抽籤才能買得到的 哇 那麼困難啊 這個是全球發行十個 然後這次在TOYSOW只發三個 我想說一件事就是 幸好現在這個直播的時候 是我們在用一個穩定器 即是那一下 即是 即是 對 對 對 下面那個是 下面那個 講解一下 這個也是我們DBL的一個 就是一個設計精英團隊一起設計的 然後他們這些也是首次在TOYSOW展出 然後他們的數量也是非常 每天限定兩個 也是都是LIMITED的 很限量的 然後這個是LESS 是國外的一個非常有名的藝術家 插畫藝術家 跟迪士尼都有合作 有畫過很多有名的動畫那些 然後這一款是我們 這個是Original的 這個是XSL至比較超大的一點的 然後這個的話也是首次在TOYSOW展 這個 這個簡直是傳統的撒彈 對 對 也是我們DBL團隊設計的一些怪獸系列 SFBB那個牌子真的很出名 因為我們這兩天在訪問那些art的時候 他們也有去售賣你們SFBB的東西 對 SFBB現在是目前是非常一個潮流的一個玩具 現在很熱賣現在目前 他們叫SFBB SFBB SFBB 對 然後這一款是我們的SFBB系列 超大支的這一支 然後也是 這支展會只限賣一個 現在我們還沒有開始發售 那麼明天啊 明天最後一天會發售它 朋友去明天來太收了 也是要抽籤的方式才能買到 所以抽籤 哎呀 然後這一部分全部是每天限定兩個 謝謝你啊 那麼後面那些全部都是新的 對 後面那些新品然後都會在明年會推出 哦哦哦哦 哦喔 啊那麼先謝謝你啊 我們我們去自己排 因為因為他都新的產品有沒有設置 的名字吗这些的话是故宫那个跟我们合作的这些十二生肖对这个是那个我们是拿了授权 然后这个我们是按照那个500年前的一个古董模仿出来的这个头吗我记得他的头大是下面的不同的 他们这个是有一有一套古董是十二生肖的我们是拿到他的授权一模一样做出来的一模一样的500年前的一个收藏品 这个是到时候做菜也是非常好的很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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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次掌画很多人很喜欢这些东西对对对有些中国的风格 对 Thank you 哇有没有要说一下法国人 没有啊这些真的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你叫我分析我又不太懂分析 其实我都没有分析的哇但是这个一只好像拖银一只还没发售 还没发售 还没发售要到明年才能发售 他的车子是哪个国家呢 都是国外的美国 美国的 美国的人 中葵也有啊 对啊对啊 中葵也有啊 啊啊啊啊啊 哪个中葵啊 他又不是中葵 哦是是是还没发售 他现在这些媒体 就是他 sorry他现在这个就是創作的媒体呢 叫做邪交也好什么也好 是好像令到那个立体化的自由度突然间高了很多 以前的玩具你始终生产皮肤的贵 和你又要量很大才做到 那现在一下子就突然好像一个爆炸性的环境出来了 所以很多很多很多人可以就是 就是以低成本 就将自己的創作力完全发挥出来 是因为 因为我觉得是 其实是近年这种叫做邪交类的东西 那其实是 在市场上那种突然间这么爆 就是 我想是因为以往做正式的玩具 的类型比较多 就是这一类型的創作其实少 但是因为真的 那个价钱的关系 和他他 他卖的数量 是可以很少 那么价钱也很高 派数也很高 令到整件事是有那个市场价值 所以现在今次的玩具展里面 在Toy Show里面 你会看到其实他的交品是佔了很大量 以前这几年都是12寸 就是香港玩具市场的主流 不知道会不会很快就被这个交品取代了 那可能甚至乎 因为真的入门比较容易 那他应该会是可以 比较长时间 可以留在一个市场上面 因为他的数量 不需要真的做到很大量 而且成本也不是那么贵 有一件事很有趣 我觉得12寸 你就算不太玩开 但你会很容易看得出那个品质 就是样子似不似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那些衣服 那些线布似不似真的 比如你一看一件衣厂 或者 怎样说呢 平价的衣服 还有你找了大师级 某军做的衣服 你一看就知道分别 现在那个是 现在其实除了新的品牌 即是新的这种玩意之外 其实是令到整个市场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就是说 你对美观上 即是那种审美的眼光 还有你如何重新界定这件事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这个应该去到美学上 变成了国家国法 你说这个漂亮 邪交本身走出来的那个态度 就是我这么说 是很噁心的 是 你平时不看的人 譬如我妈妈见到一定会说 是什么来的 但是她自己就自成一派了 就是你不会欣赏 我们也是 因为每一个来玩的人 就说我们就会欣赏这件事 是 应该是开辟了另外一个渠道的审美 这个比较特殊 所以走下去之后那条路会很 其实我记得你老婆也很喜欢玩这些怪兽 交品 不是邪交 不是邪交 但是比较Yen谷那些传统的交怪兽 其实可能是以往 大家对看《鹹男超人》里面的怪兽 已经觉得她很噁心 但是因为有个超人在里面 就是打怪兽 大家会觉得是一个正和邪 令到这件事就会有些劃分上界线 但是去到现在 邪魔当道了 开始 是的 这个比较 你看到当中 它也有很多传统的鬼怪 这个是比较小的 会是这样的 通常都会弄斜的 产品上会是这样的 这一部分是差不多了 是的 这一部分就去到这里了 未来还有 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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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计